高雄市原住民足以单词竞赛出赛 27号开赛来自高雄各地近130名选手齐聚 包含国中组、国小组及兵尾组 加上高雄市设计的新赛制亲子组 选手们希望替各自学校拿下好成绩 像有的很长的就很能背 然后低跟踢会搞混 平常在家里我们小孩就会耳濡目染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会套用一些我们生活用品 或是我们的生活 一般生活规范来 比如说睡觉吃饭 我们就会用足语来讲 然后小朋友慢慢就会去接受去习惯 原住民足语单词竞赛 不仅是选拔出优秀足语人才 六月代表高雄参与全国赛事 更是推动足语学习风气 像是亲子组赛制 就是鼓励家长带着孩子学习足语 亲子组是我们高雄市 我们自己自创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推动 我们这个足语呢 再从家庭就要来学习 单词是一个基本功 你要熟悉基本单词之后 再透过所谓的说话的一个 词组的一个表达 让你的那个说一句话 说一段话 这样的能力呢可以提升 足语单词竞赛题目来自签词表 包含日常生活 动物 天后 狩猎等等 学足语更是认识 族群文化的媒介 让青年打好足语基本功 原来自新闻大部的高雄市采访报导 带来自新闻大部的高雄市采访报导 带来自新闻大部的高雄市采访报导